飞铁说 即使从未如此性感 推铁一分钟 每周一时周五更新 老子整天加班就够惨的了 很惨忍着一帮讨人前的傻逼同事 不让老子设夺 他们这样的 谁都受不了 一 黄若无人 这种人看上去没什么伤伤力 耳机一带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也就是他最不合作 开会讨论从来不说话就算了 外面没信号 露游戏就在他手边也不重启 飞铁老子站起来 二 需要装逼 这种人总以为自己的生活是热播剧 谁都想看 每天上班都都没完 回家了 还要在工作群里发自己的各种生活照 碰到老板又喜欢在群里办公 老子都快看眼忙了 三 抱怨牢骚 这种人满满的都是负面情绪 不仅自己消极待工 一抓到人就抱怨个没完 搞得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超压抑 老子敲电码都没心情 四 拖拉延误 在这种人眼里 拖不过食物要先拖过抽一 多领一天工资就是赚了 每次和这种人搭档 都能把老子累得半死 别以为就没招支持这些人了 发送关键字猪队友 到飞电码微信公众平台 老子教你怎么收拾他们 咱们还关于飞电码微博微信 这事让工作更开心 老子天天被一对妹子围着 都没法好好敲代码了 动画达人自画大牛 以及所有这爱飞电码的哥们 赶紧过来拯救老子 给飞电码官方微信 发送招聘二字 了解招聘相情 众多屌教天的职位等你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